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什么变化的 当然我们就不讲了 那么重要的机构有变化的 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首先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变化最大的就是宰相的废除 然后内阁这些我们也都讲过了 我们这边就再补充一下 有这样的一张表 大概可以看出来一个演变的趋势 就是说在朱元璋的时候 红武时期宰相的权力一部分归了六部 所以六部的地位是有所提高的 那么还有一大块是归了皇帝 就皇帝就把宰相那部分工作给抓过来了 但是以后的皇帝不能人人都干那么多工作 所以出现内阁等等的 那么到了明朝的中期 也就是仁宗宣宗以后 内阁制度进行 宦官参政也逐渐制度化 所以在以后大概当年从皇帝 由宰相手里拿过的那块权力 以后就基本上被私立建和内阁给分割了 所以可以看到中后期的皇帝 其实是不一定很勤政 甚至于很不勤政 长期不上朝 可能他就天天玩 不处理政务 这样的情况下 国家机器还可以运转 因为这部分权力 他并没有完全的丢掉 还要一个比喻 就是以故的东北师大的一个民史专家 他也有个说法 也值得参考 他说这两机构 内阁和私立建 对于皇帝来说 可以把内阁 内阁就是相当于一个外内阁 而私立建是内内阁 这两个都是协助皇帝来处理政务 但是内阁还要远一点 而私立建更近一点 这两个机构 他有一个配合合作关系 但在不同时期 他们的权力分割的比重也有点演变 大概就是这些问题 我们都结合的 就是明代政治都讲过了 所以我们就不再多讲 我们知道到了清代的变化 到了清代的变化 是出现了军机处 这个也讲过了 在这的话 就再把结合清代的内阁和军机处 这样说一下 清代的情况就是 作为一个秘书机构 内阁就比较不是那么灵活了 它成了一个正规的一个 就什么东西 一旦正规品级提高 它就不大好指挥了 用起来也不大方便 所以清代的情况就是说 内阁还在 但内阁的地位实际上是 实际上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那么在清代 首先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秘书机构 就是军机处 这个一下就把最机密的部分给分走了 然后内阁处理的就是这些常形事物了 再一点 由于清代的皇帝比较勤政 所以即使是军机处 拿走的一部分最机密的事物 实际上军机处也主要起个辅佐作用 绝大部分的重要的决策 那些重大的事情都是皇帝来决断 这个是在清代都一直没有破坏的 他不像明代 明代有的皇帝完全就什么也不干 或者是特别信任皇官什么的 他就完全就 他的权力就等于由别人代理了 但是清代这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这几个资料都是清人说的 分别说的 反正就是说 第一个资料就是说 明朝的内阁 清朝内阁基本是延续明朝制度 说在明朝的内阁好像还有一定地位 有的内阁大学时还挺有权势 但是到了清朝 这内阁就 因为一大部分文件是不通过内阁的 包括那些密折什么的 斗折 他都不通过 他都直大于前 直接跟皇帝沟通的 最多皇帝早军机处的人帮忙处理一下 内阁就根本搞不清 就是这些最低密的部分 他就不涉及了 第二点说法就是说 叫做雍正以后是本章归内阁 积募及用兵 接军机大臣 称职 就是这些文书是分流的 一般的那些常规的 那还是内阁处理 而这个机密的 特别是军务什么的 有军机处这边来办了 但是军机处办的 不是说军机处具有多大的权力 而军机处完全是在皇帝的指挥之下工作 说只供传述善传 而不能稍有赞化于其间也 反正就是我们比较一下 就是军机处的出现 军机处和在清代的情况 由于皇帝都比较能干 比较勤政 工作抓得紧 军机处又都在皇帝的眼皮底下办事 挨得很近 所以军机处就那种发挥余地的 发挥权力的那种余地和空间 也不是特别大 所以到了晚清有这样的说法 说军机处虽为政府其权属于军 若内阁则权属于臣 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无论军机处也好 内阁也好 他总的来说他还是一个官僚 他是一个官僚机构 但是他又跟皇帝特别接近 他具有皇帝秘书机构的身份 就是说你一边 你应该是官僚机构那边的一个 在这边的一个代表 同时你还得代表皇帝 发号施令 对于官僚机构反正就制定各种决策 比较来说内阁还是比较偏向官僚机构那边的 虽然有权是权属于臣 而军机处完全是皇帝指挥局下工作 是皇帝的直接的驻守 好像就认为他的权属于军 这个说法当然它是个相对的 分不了那么清楚 什么权属于军什么权属于臣 但是这是晚清的时候一个人的一个看法 他的观点就是说 对于我们理解军机处这个东西 他的那个性质 他更更靠近皇帝 这个是有帮助的 大家去故宫 在那个农宗门外面 可以看到军机处的那个办事处 就是他的办公室 房子也不大 的确就是说他不像一个 那个大正规敌狗 衙门那样那么复杂 因为他就是一个办公室 我们的那个有专家给他概括 军机处的长处可以归结为三个字 叫减宿密 就是手续特别简单 办什么事就是很快的 同样的因此 效率就比较高 还保密 他作为一个秘书机构 它是一个具有这三个特点 就是减宿密的特点 就是一个特别保密的这样的秘书机构 接着讲一下我们这个跟北大有关的一点小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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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顾 就是过去我们北大呀 南边就有一个胡同叫军机处 这大家都不知道了 但是我是那个八十年代上北大 我在北大后来我就上不一上到博士 我又那个留校工作 我们当时北大就是说像发展在北大周围还是挺荒凉的 好多都是那个空地派地 就是说像我们有的时候出去吃个饭 或者去买书 或者买一点稍微像样的东西 就是像学校商店里面有的 我们都得到海淀去 都算到这条胡同穿过去 所以我无数次从这条胡同走过 这条胡同就叫军机处 这个呢就是为什么叫军机处呢 这条胡同过去是一条很长的胡同 他就是因为那个清朝后中后期呢 皇帝有的时候住在颐和园或者园明园 那有些军医就是就是重要的大臣 就是这边盖房子或者租房子 就是临时住 那个像和珅是比较厉害的 他就可以在北大那边 就是卫明湖这边的一个大园子 有些人可能短期的 包括那些小的那些军机张经什么的 他没有那个钱盖大房子 他就那个小房子或者租个房子 大概这边那些民房都长期被他们占用 所以这个地方叫军机处了 那以后这房子也早就不是他那时代了 肯定以后又有拆过盖过 反正也都挺破的 但是这个地名可是很厉害的 我记得我当年来北大上学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叫军机处 因为后来慢慢的了解的 可是这个地方呢 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 就是后来私房路一修 现在一出那个 这个完全没有了 但这个其实是 又跟北大的关系 又和我们讲的这个历史 就是军机处是一定要跟在皇帝身边的 皇帝在哪他得跟到哪 因为皇帝经常在颐和园 或者圆明园办公 他就得在普通的地方找房子 这就是 他就不是说他办公室 而是说他住的地方就不能太远 这就是跟清代的制度有关的 这么一个小的 一个过去的 也算是个古迹吧 现在就没有了 那么这部分我就不讲了 因为这个关于这个秘书机构这部分 也讲前面讲的好多 下面我们要讲讲行政的这部分 六部 六部还是行政的那个 就是说主要的支撑部门 六部的这个名目也基本没变 但是有点小的不同吧 就是首先是这个六部官制呢 我们说这列的是明代六部官制 实际上清代也是一样的 基本就绝大部分都相同 什么官名上书啊什么的 就注意一下 他就说部下面是设丝的 大家可能还记得唐代的六部 唐代的六部是六部二十四丝 每个部下面四个丝特别整齐 到了明代的六部呢 就不太一样了 大部分部还是分四个丝 但有些部就分的复杂 像户部和秦部都是按省来分的 每个省比较 当时全国有十三省 那么户部下面就分十三个丝 秦部下面也分十三个丝 到了清朝呢 户部现在分的省更多了 那么清朝的户部和秦部 分的四丝也更多 这两个部很独特 它是跟着选手的 别的部都分四个丝 它这个部和四 部这一级没问题 下面四这一级的官制有点变化 跟唐就不太一样了 但总的来说 六部的基本的东西 还是跟以前比较有连续性 那么六部以外的重要的机构 现在我们就讲明代吧 明代就是这几个机构 是特别的注意的 那就是督察院 大理寺 通正史寺 和六科 就这些机构值得注意 那么特别是督察院 督察院呢 就是督察院这个名 过去没出现过 但是 其实就是御史柴 就是朱元璋改了个名 反正就是 好像有点创新的 其实就是监察机构 御史柴 那管监察 这个就不用讲了 很重要的了 大理寺是管司法 那么管司法方面 大理寺和刑部 是有一个分工的 就是说本来六部里面有刑部管司法 但大理寺也管司法 他们怎么分工呢 大理寺管的是那个案件的复审 就大概是出于强调一种这个司法呀 这种判案的那种慎重和那个 这样的一些原则吧 所以说他除了刑部以外 他有个大理寺 就是案子是刑部弄办以后 大理寺是要复审的 大理寺地位也很高 第三个就通证史司 这个我上次讲过 就是那个收发机构 就是主管那个信息传递的 上传下达 皇帝下发 赵书要有通证史司往下颁发 底下各种机构的报告 官员的奏章都要通证史司 来汇总往上转 这三个机构 级别都和六部基本一样 它就是平级的 所以这三个机构和六部 合成九清 大家知道古代有三宫九清 在这正好 明朝也正好有这么九个机构 级别比较高 六部之外还有三个机构 级别比较差不多 反正就合成九清 这个也是很有名的 可是九清里面 比较起来 大理寺和通证史司 还是要稍微的次要一点 所以就又一个提法叫七清 那就是只有督察院 和六部并列七清 我们如果去看二十四史的名史 那里面就有一部分叫七清年表 专门把这七个机构 督察院和六部的长官 每年都是谁都列出来 就说明这七个机构是最重要的 比较起来大理寺和通证史 还要稍微的逊色一点 最后还有六科 六科就不在什么七清九清之列 为什么呢 因为六科的级别不高 六科也就是个中级机构 因为就是五品左右 他的官 他的长官是五品 那么下面还信 一般的六科官员都是七品 他应该算是个中级 或者中下级的机构了 但是这样一个中级下级机构 他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六科是和 他的工作是和六部 有对应关系的 是对六部对口的 进行这种行政监督 就是说 主要起一个监督作用 就看他就是把事别办错 不要出现什么违反制度 或者是一些有问题的事情 反正就是他实际上是对六部实行检查的 当然同时他也会就六部的各种问题 相关问题 向皇帝提一件 六科在明朝 他和督察院的地位 他和督察院又比较像 他们都是叫做什么呢 监官 就是说提一件的 他不直接管具体行政事务 但是他就负责提一件 负责挑错找问题 所以在明朝这个盐官 什么非常活跃的了 他们又叫科道官 待会我们就要讲监察 还要讲 我们在这提一下 就是六科虽然地位不高 级别不高 但是地位很重要 这是明代的一个重要的机构 也就是中央也是这些了 清代呢 也基本上这一套东西都有 清代有哪些不同呢 清代一个是别的机构还有吧 但是这个六科这部分 清代就弱化了 清代反正好像对于这个 因为明朝的这个政治斗争 党政什么特别激烈 盐官特别活跃 清朝就有点有点 认为不太好 就要打压一下 所以在清朝整个这个监察系统 都有点弱化 包括六科就后来就比较 就没那么重要 而且后来好多工作 都并到那个六部里面去了 所以比较此来清代六科 就大项目很大 但清代有几个新的机构 是这主意 也主要就是俩机构了 一个就是理藩院 一个是内务 这个理藩院呢 理藩院虽然叫院 但他整个的那个官制 完全是仿高六部的 级别和六部一样 因为理藩院的长官也叫尚书 副官叫侍郎 下面也是若干司 司有什么郎中什么的 这个一下就是说 他就虽然没叫部 但他其实就是一个部的一个架子 理藩院是专门付出这种边疆 主要是以蒙古为主的 北方和西北西方的少数民族事物 这就是这个清朝的一个新机构 清朝反正边疆管理 我们说它是有一套 还是就是干得不错的 那这里面理藩院这个机构呢 好像应该能起很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内务府 内务府就是管宫廷事务 内务府这样就是把那个 明大的那个宦官二十四加文的事 基本包下来了 这等于整个宦官都被纳入了内务府的管理 但是在内务府管事的人呢 并不是宦官 而是那个皇帝的那个包衣 就是这个我好像上次讲 那个奏者讲的过 包衣就是皇帝的家仆 就是那个当年打仗的时候 抓的一些奴隶 里面好多是汉人 其实 但是日流天长 那是皇帝的奴隶 那也和一般人不一样 那其实后来都是挺厉害的 都都都当不小的官 在内务府里面 也可能出去当官也能把很大的官 像那个那个曹雪芹 他的祖先就是这里面出来的 反正就是就是清朝有个内务府 内务府呢用一些那个 包括一些贵族 也包括一些他那个家仆的一些 这样的一些身份的人来管理 下面在管着宦官 他就把宦官给弄住了 就是就是控制在这个一个 一个不太高的地位下面 这样的话就杜绝宦官专政 还是很有效的 顺治时候还专门有一个叫做十三衙门铁牌 那个就是就当时的二十四衙门到到清朝就已经采点掉了 反正还剩一部分吧 有十三衙门这样的一个提法 顺治皇帝还专门有一个禁止他们干政的那个那个那个很严厉的命令 也刻在 所以反正清代那个宦官专权这事就比较的 或者说基本上没发生 只有到晚清 有什么李联英啊 那个个别的人就刻骨的体会稍微有点那个地位高一点 但是也和明朝也是远远都不能相比的 这清代的那个这俩机构比较细腻 下面我们看地方机构 地方机构呢就是明朝初年有一个基本的改革 就是把那个呃元朝的行省给他分解了 因为这行省呢 我就讲过行省权力太大 什么都管 而且他地盘也大 他又是级别也高 那在朱元璋看来这绝对不能放心的 所以行省呢到明朝就给他分解了 就分解成这么几个机构 首先就是把行省呢直接就改了名叫做布政史次 然后呢又旁边又设 然后呢又把军事分离出来设立都指挥史次 又把那个监察机构级别上和他提为平级 叫暗查史次 这样的话地方就有三个机构了 就也会合成为三司的 他又有简称叫藩司 涅司 都司 那么一般的行政事务都还是归布政史次官 军事方面归都指挥史次官 而那个司法工作切出来和监察放在一块 有暗查史次官 等于地方上分成那么三块来了 下面呢我们就看就行政机构而言 下面是分之有两个级别 有三种建制但是两个级别 就是说下面是辅 辅下面管线这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呢又一种情况有州 州有两种 一种是直立州 就和辅平级 一种是属州和线平级 就是说它等于是布政史次下面 它有两级基本上有两级机构 但是呢这两机构它可能主要有三种名称 有一种是两头都有 但是名字相同性质不一样 这么一个体系 那么都指挥史下面就是卫索了 这个我们讲过卫索 卫索和百货索 这个就不用作假了 这就是明朝前期的一个地方行政的体制 但是呢随着实践发展呢 就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么就是说在三思上面呢 还是出现了一个人要总管全局 那就是总督或者巡抚 巡抚出现比较早 总督比较晚 就是说朱元璋觉得那个形势呢 全是太大 他就给他分解了 分解以后呢 但是分解的 当然这个对中央的威胁是 就很低了 但是那个 但是分解大量的问题 就是说好像这种效率啊 受点影响 就是没有一个人 没有真正一把手来总协调 什么事就容易扯皮 而且在一开始就不要紧 到了明朝中期以后 社会问题来越多 地方上可能那些不稳定的因素 什么包括那种起义什么的 包括一些边疆地区要打仗 这种事你要是太扯皮 这个会出问题 所以呢 最后没办法 还得搞个人来协调 那这个搞这个新来协调的一个人 那就是巡抚或者总督 当然他和巡抚也好 总督也好 他和那个原上的行程不一样 他不是个正式的官 他就是一个 始终是挂着中央的官的名义 出外 以中央钦差大臣的身份 到某地来协调某项工作 他是以这种身份出现的 他们挂什么官呢 挂什么头衔呢 像巡抚就挂的是督察院头衔 他们做的监察机构 督察院 总督在督察院 同时又挂兵部 侍郎头衔 因为总督经常是和军事有关系的 就说这两个官呢 还不算是个很正式的地方官 他或者说就不能算地方官 就是一个中央派出的 新裁大臣 这种身份 因为这样的话 就起码他就有事发出来 没事撤回去 他就不能长期在这个地方坐镇 长期把持 控制一个地方的局面 以至于什么伟大不调 这种事就不会出现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 我们这两边后期就乱了 边疆也紧张 内地也农民起 实际上总督巡抚搞着搞着 也就比较长期在地方待着了 他没办法回不去了 但总的来说 在明朝 这两个官还没有完全变成地方官 反正就表现在整个明朝 这些总督也好 巡抚也好 他的辖区大小 到底管哪或者哪个地方要设 这都不是很固定 都是带有一点临时性的